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朝永乐年间,应天府有一个叫杨广年的男子 杨广年父母去世的早,在他十岁这年就成为了孤儿 杨广年的父母早年做豆腐生意,也积攒不少的钱财 不仅置办了十几亩粮田,还给他留下了一座不小的宅院 父母虽然因疾病先后去世,但他没饿着 倒也过了一段时间的舒坦日子 年少时的杨广年不懂事,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 良田与宅院先后被族书杨志给占了去 在把杨广年赶出宅院时,族书杨志是这样说的 广年呀,为了给你父母料理后事 族书我可是忙前忙后,花了不少银子 你这十几亩粮田我先帮你料理,每年我给你一些粮食 这座宅子你父母在世时,已经抵押给我 抵押书与房契这些都有 我把你赶出去,也显得我这个族书不尽人情 这样吧,我在镇东那边还有一间小瓦房 你就搬过去住吧,良田你不会重 给我管理后每年给你粮食 这样你也饿不着 杨广年年少不懂事 也不知房契与抵押书,这些是真是假 加上胳膊凝不过大腿 他只能先硬承下来 起初头两年 他的这个族书还算有良心 田地里的粮食倒是给了他不少 他吃不完时还能拿出去卖 由于从小一时无忧 杨广年也不知道这粮食是多还是少 他不知道的是 杨智给他的粮食连地里的百分之一都没有 十几亩粮田 可让杨智赚得盆满钵满 后来渐渐的 祖书给他的粮食越来越少 一年不如一年 按照杨智的说法 年景不好 田里欠收 他也没办法呀 可随着杨广年逐渐长大 从其他人的嘴里 他也渐渐知道了自己的事情 也知道了自己一直敬重的族书 其实一直都在坑害自己 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如今老宅已经不属于他 田地也是他亲手让出去的 如今想收回来已经不太可能了 祖书这几年发达了 家里养了不少的门客 他真要找上门去理论 多半会被打出来的 在杨广年十八岁这年 杨智便停止了给他粮食 理由是粮食租期已经到 这两天以后 与他再也没有半点关系 杨广年心中生气 但却无可奈何 为了维持生计 杨广年只能近山砍柴 以此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度日 这日 杨广年依旧如往常一样近山砍柴 相对于以往 他今天走得深入了一些 只因为昨日 他在密林中发现了一只狐狸 把柴货挑到镇上卖给客栈时 他把这件事给客栈掌柜的说了 掌柜的一听 这可是上好的狐狸啊 如果能够抓住 把这狐狸的皮毛献给东家太太 让太太在东家面前美言几句 那他就有可能去应天府了 再也不用在这小地方带着 于是掌柜的对杨广年说道 小子 你明天如果帮我把那活里逮住 我给你一百文怎么样 杨广年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自己一旦柴货才时文 够自己干十天的呀 当即同意了掌柜的条件 今日进山 除了砍柴之外 就是看看能不能再次遇见那只白狐狸 一直到五十 太阳置顶 他也没发现昨天的白狐在哪 杨广年也怀疑 是不是昨天自己看错了 哪有什么白狐 还是安安心心砍柴吧 就在杨广年提着斧头 准备继续砍柴时 忽然 天空狂风大作 本来艳阳高照的天空 一下子阴沉起来 竟然有些伸手不见五指的景象 杨广年心中骇然 这时要变天了 就在这时 杨广年忽然发现前面有一黑一白两个影子在相互搏斗 他心中害怕之下 手里的斧头脱手而出 往前面抵两道影子砸去 也不看有没有砸中 转身急忙往山下跑 由于心中害怕 又加上太急 杨广年根本就没有注意脚下 一脚踩空 直接往斜坡滚下山 杨广年被石头磕中脑袋 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杨广年这才醒来 这时 一句美妙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 公子 你醒了 本来还迷糊着的杨广年瞬间清醒 急忙起身四望 此时的他睡在一张床上 旁边坐着一个身穿白纱的女子 他的脸带着纱巾 看不清容貌 但杨广年又直觉 这个女子很漂亮 你 你是谁 我为何在这里 杨广年缩到床脚问道 他慢慢记得自己从山坡上滚了下来 怎么一觉醒来就换了位置 公子莫慌 这里是程家庄 昨天我与家里的仆从去山里徐药 发现了倒在草丛里的公子 于是就吩咐家丁把公子给带了回来 女子眼口轻笑 结识道 原来如此 小生在这里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了 杨广年扶手 感激道 要是没人救他 他估计早被野狼给吃掉了 公子莫谢 说起来切身还要谢谢你呢 女子轻轻开口 可话却让杨广年不理解了 他还要谢自己 见杨广年不理解 女子继续道 我们本来也是进山需要 一直苦找一味药不得 今天在发现公子时 就在公子身边 我们发现了我一直需要找的药 要说救命 还得切身谢谢你呢 在女子的解释下 杨广年终于明白了 原来该女子叫做柳依依 她是隔壁城家庄柳园外的女儿 从小身染疾病 这病一直拖着也治不好 前不久偶遇一老道 说在绝民山里面 有一味药可以治疗她的病 但能不能找到 得看机缘 老道留下一个药方后就离开了 柳依依本来已经对活下去没太大希望 知道这件事后 便嚷嚷着要一起去寻药 柳油爱想着女儿 在家待着心情也不好 还不如一起出去散散心 连续进山几次 都没有寻到老道所说的那味药 谁知道竟然就在昨天 他们遇见了杨广年 并在杨广年身边 寻到了老道所说的那一味药材 这一番话说出来 连杨广年都不相信了 可由不得他不信 杨广年心中还有很多疑惑 婉拒了柳依依留下 吃饭答谢的请求 慌里慌张地 从柳园外家里跑出来了 这一刚到街上 杨广年迎面就撞上了一个 白衣老道 老道吹胡子瞪眼 好你个小子 走路不看方向啊 壮疼老道我了 杨广年抬起头来 急忙道歉 不好意思 刚才是小子太急了 老道美好气道 确实很急 老道本来想赐给你一桩姻缘 谁知道你这小子 简直就是一个鱼木脑袋 不开窍 道长 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 杨广年更迷糊了 怎么今天进出一些怪事 这老道也是神神叨叨的 难道自己在做梦 你小子跟我来 老道一把拉住杨广年 飞快离开了程家庄 跑得杨广年差一点都更不上 道长 你要带我去哪里 杨广年慌了 还好白衣老道 并没有带杨广年走太远 离开程家庄后就停下了脚步 你看我是谁 老道忽然转过身 他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张狐狸脸 啊 杨广年被吓得不轻 转身就想逃 可旋即被老道一把又扯了回来 跑了什么跑 老道会吃了你 杨广年吓坏了 直接跪下 狐狐狸爷爷 你别害我 我是走投无路了 听信他人的话才来寻你的 我真的不知道那只狐狸是你呀 要早知道 结我八个胆子也不敢 白衣老道一瞪眼 我不是说这个 你小子虽然怯弱 但心地还是善良的 我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 第三次 杨广年不懂了 什么就第三次见面了 这好像是第二次吧 你好好想想 八年前 老道提醒道 八年前 杨广年鸣思苦想 忽然 他高声叫道 难道你就是 没错 看来你想起来 八年前你救我一命 导致你父母惨死 如今你呀救我一命 我的确欠你的 所以你不要害怕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如今我已经修成正果 得到成仙 我会帮你拿回你应得的东西 杨广年忽然想到了 八年前的事情 那时他父母还在 有一天他与父母一起 去应天府购买豆子 回来时发现一个猎户手里 抓着一只白虎 杨广年看着白虎 可怜 便要求父母买下 猎户手里的白虎 杨广年的父母 一直很疼爱他 便依了他的请求 杨广年买下白虎后 直接就放生了 他当时就是觉得 白虎可怜 没做其他想法 这件事发生没多久 大约是三天后的一个晚上 杨广年的父母 离开镇上去应天府 后便没有了音讯 等消息传来 杨广年才知道 他父母死在了路上 看情况 应该是被路上的毒物 咬伤至死 并非逮人抢夺钱财 没办法报关 杨广年只能接受了这个事实 此时听白虎老道说 他父母因他而死 他立即觉得事情蹊跷 急忙问道 我父母是怎么死的 还有今天又是怎么回事 老道微微一叹 你父母是被千年毒物咬死的 那天我本来是想去找你的 可路上只遇见了你父母 当我折返时 恰巧遇见了这千年毒物 我与毒物打斗过程中 你父母无意中吸收了毒气 等我逼退千年毒物 你父母已经没办法救了 后来这几年我一直 被这只千年毒物牵制 没办法来找你 那日上山砍柴 我也是恰巧碰到你 本来想给你打声招呼 却又被千年毒物找上门来 不得已我只能先跑 也是为了不连累你 五日前 我正在突破之际 千年毒物又找上门来 我与他又大战了一次 这一次你刚好在附近 也多亏了你 在关键时刻给了 千年毒物一斧头 我这才抓住机会 把他给消灭了 所以这样说起来 你算不算救了我两次呢 白衣老道解释完后 杨广年这才恍然大悟 虽然对父母的死有些疑惑 但这也是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只能说运气不好 想到这里杨广年忽然一惊 急忙问道 道长 你是说五天前 难道我在林中昏睡了五天 老道点点头道 差不多 不过我略施小法 你的安全无碍 我甚至还特地给你撮合了一桩姻缘呢 就你小子不开窍 姻缘 道长你是说柳姑娘 杨广年问道 不是他是谁 难道你看不上 道长瞪着眼 这小子真的鱼目脑袋 杨广年挠挠头 道长 你别拿我开刷了 柳姑娘是大户人家 我现在一穷二白 拿什么娶人家 况且就算我看得上人家 人家也看不上我呀 老道神秘一笑 你忘记老道我的能力了 也罢 为了展却你这道因果 我彻底祝你一次 你先回家等待 三天后自有结果 老道说完 便自顾自离开了 杨广年满眼狐隐 使劲扇了自己几巴掌 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后 急匆匆回到了玉林镇 从玉林镇去成家庄 路途并不远 回到玉林镇一打听 杨广年才知道 他是真真切切地消失了五天 客栈掌柜的笑道 你小子跑到哪里去了 我还以为你小子死呢 怎么样 有没有遇见那白狐狸 杨广年这次没有理会掌柜的 直接就回家了 搞得掌柜的莫名其妙 还以为杨广年出了什么事情呢 回到家里 杨广年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一直在思考今天的事情 也不知道老道说的是真是假 如此这般 杨广年在家里忐忑不安待了三天 这三天他什么地方也没去 第三天一早 杨广年是被吵醒的 一队人马敲锣打鼓 来到了杨广年的破房子门口 柳油外家管家站在门口 高声道 请姑爷开门上马 我们家小姐有请 杨广年迷迷糊糊打开门 顿时好几个丫鬟婆子涌进来 拿着喜服红袍就要给杨广年穿上 杨广年迷糊 不解道 这是 旁边一个婆子道 杨姑爷 你这是要走大运了 我们家小姐瞧上了你 要娶你过门当上门女婿呢 你反正也是孤身一人 这是天大的好事 还待在这里作甚 杨广年心里一惊 那白衣老道说的话竟然是真的 杨广年也没有拒绝 在几个丫鬟婆子的伺候下 杨广年很快就把喜服红袍给穿上了 两个家丁把杨广年扶上马 一行人吹吹打打又离开了 等杨广年离开后 四周的人才议论纷纷 你们看见了吗 那是承家庄柳园外扶上的 这杨广年怎么就与柳园外搭上了呢 你没看见吗 杨广年穿的是新郎官的衣服 估计是准备去做上门女婿了 我听说啊 这柳园外可不得了 他既旧姥爷在应天府也是官居高位 这样小子 这次是走大运了 杨广年的事情 很快就传到了足书杨之耳中 这让他开始坐立不安 下午 杨广年就被接到了柳园外扶上 柳园外一脸笑意 闲逐不用紧张 你救了小女一命 虽然说小女也救了你一命 但这一马归一马 小女之前曾经发过誓 谁要能救了她的命 就非她不嫁 我打听过了 你也是孤身一人 何不入坠我柳家 旁边的柳依依一脸羞红 美感正眼瞧杨广年 杨广年朝柳园外拜了拜 多谢柳园外与柳姑娘的美意 柳姑娘能够瞧得上 我那是我的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只是我没有父母 也没有家产 实在有些愧对于柳姑娘 如果可能 我还是希望可以给柳姑娘八台大轿 至于入坠 也不是不可以 柳园外听了后 扶了扶下巴的胡须 点点头道 难得你有这份心 你的事情我已经打听过了 只要你入坠我们柳家 你之前的财产 我可以帮你夺回来 之后你想再迎娶一一 我也是允许的 不过 今天你得把洞房圆了 这等好事 杨广年再拒绝 就是不懂事了 当天 杨广年与柳一一举办了婚礼 事业 杨广年拿着秤杆 挑开了柳一一的头盖 一张绝美精致的脸映入她的眼帘 太漂亮了 杨广年也没想到 自己这辈子 竟然还能娶到如此漂亮的妻子 娘子 杨广年轻声叫道 夫君 柳一一的脸都红了 低着头 手指不停地掐着裙摆 杨广年吹灭了蜡烛 娘子 春宵一刻值千金 黑暗中 柳一一点头莫许 且生这辈子就是相贡的人了 杨广年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从此以后 杨广年与柳一一过上了没修没骚的生活 后来在岳父的帮衬下 杨广年也拿回来自己的家产 祖书扬志也因此进入大牢 吞没侄子家产的真相也被世人所知 几年后 杨广年捡回来了父母的手艺 把产业开到了应天府 日子也越过越好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